周海妹为什么不结婚呢 实际上周海妹对待感情一直已经慷慨 她曾经有过数段恋情 并且还跟吕良伟有过一段婚姻 但最终都不是好结果 周海妹在TVB的时候 曾经演过无数经典的TVB电视剧 她的颜值 她的演技备受观众喜欢 事业也进入了巅峰状态 同时周海妹也遇到了自己喜爱的人吕良伟 可以说吕良伟与周海妹十年恋爱是无人不知的 最终两人常跑的爱情收获爱情果实 周海妹与吕良伟结婚了 不过结婚后却竟然又分手了 十年多的感情以此收场 大男人主义的吕良伟希望周海妹婚后 能当一个温柔娴熟的家庭祝福 照顾好公仆 而当时仅仅二十岁的周海妹 从小都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面 不会照顾别人 也不愿意因为婚姻放弃自己的前程 夫妻争执愈演愈烈 之后二人分手并分到扬镳 后来周海妹2003年 为了小七岁的建筑师男友 放弃香港失业移居北京 昨晚她在台湾出席活动 却自破已分手 今后的面外也随遇而安 还自嘲如今只有狗狗自己 周海妹曾在节目上 谈及与小七岁的男友的恋情 自曝是一见钟情 当时男友将写上自己名字的纸巾递给她 令她觉得这个男人好特别 第一次牵手时 周海妹还有触电的感觉 十分浪漫 虽然这段感情经历了十几年 她没想过结婚 也不想影响对方工作 所以很低调 但如今却传出分手 谈及分手原因 周海妹主动回应 是她提出分手的 两人分手原因是在结婚问题上 难以达成共识 周海妹对记者说 我不想结婚 也不想耽误她的婚姻 所以我们选择分手 对待感情认真洒脱 温柔的面旁 下藏着一颗狭女性 不是不相信爱情 只是不想结婚 在生活中 周海妹是比较强势的女人 她不喜欢家庭主妇的生活 也不愿意被婚姻捆绑 她也喜欢小孩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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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